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月份我跟大家推荐的 应该是加拿大 最受欢迎 性价比最高的 到期Grand Caravan 2016款 好像够开始了 我已经跟大家通知了 当我知道 特别是前来下完雨之后 我就意识到 这个 因为天气的关系 还有其他原因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来看看事实 所以我今天干脆 跟大家做个小视频 直接介绍一下吧 好的 现在等我把车开出来 然后再跟大家慢慢说 一会儿见 好了 细心的朋友可能刚刚发现 这个视频一开始的时候 车子自己滴滴响了两声 然后引擎就自己发动 这个的话就是Caravan 大概在中间一档的 这个Crew的Train Level 大概有三档 中间这一档 它就会有的一个远程启动 这个东西好处在于 在加拿大 这个特别是秋冬天 或者春天比较冷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先用这个钥匙上面 按两下自动启动 写到2的一个圆圈 把引擎打开 这个时候引擎和空调自己就会打开了 那等我们上车的时候 已经是暖暖的车子也暖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 也顺便就跟大家演示了 但是我们来到车上的时候 那车子打开会不会有人偷啊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虽然你上了车 可是车子是开不走的 你必须还是要把钥匙插进去 remote start activate 但是呢 insert key and turn to run 就是还是要把钥匙插进来 然后像平时一样把车转 叮叮 我准备好了 可以出发了 好的 那我们把车开出去一点再说吧 这台车呢搭载的是 克莱斯勒非常引以骄傲 也在很多车型上面 包括稻奇和克莱斯勒车上 都有用的一个叫PentaStar 3.6的V6引擎 这个车可以说在动力方面 还有这个节能方面 都可以兼顾的一个V6引擎 非常不错 也是很多人喜欢这个车的原因 动力也够 而且这个油耗也可以兼顾 好的 现在我们先把引擎关了 去外面看一圈吧 虽然说稻奇呢 但是2016这一款稻奇 已经放弃了道奇的羊头标志 而是呢 道奇2 其实为什么这么写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道奇 应该08年进入危机之后 整个克莱斯勒 包括道奇旗下品牌的 它是被 这个 飞亚特给收购了欧洲的 欧洲的 后来这个道奇就变成道道奇2 另外的话就是 道奇它还有个品牌叫公羊头 公羊头的叫法也是自己叫RAID 就好像 CHAFFLE 它的卡车叫 CHAVI一样 可以这么理解吧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 一个道奇好像很多种叫法 又有历史原因什么 所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为什么现在他们叫道奇2 而且不用羊头 因为羊头又有这个道奇 或者一代的吧 没有二这个 又有 羊头皮卡RAIN 现在如果道奇开RAIN又来 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道奇2还不错 还干脆就用这个新名字 大家的话前面 只要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道奇的 这个商务车 或者我们在加强大选 叫妈妈车 保姆车 大舍车 随便你怎么叫 车车本身的话 一看就是VAN 其实VAN最早 并不是我们现在定义商务车 或者大舍车 最早的话 在美国是有VAN的文化 最早的CP是60年代左右的时候 开始VAN 开着VAN去公路旅行啊 很多那时候的故事都是 那种乐队啊 包括 都是很多这个电影主角里面 这个VAN也是主角之一 我刚刚提到了这台车的话 不是我们那个讲的最低配 或者是最标配的 Canada Family 这个Canada Value Package 它是一个Crew Package 这个是什么呢 有什么不同呢 除了我刚刚说的 可以远程开就是启动发动机的话 另外它还有一个倒后雷达 还有这个电的电的开这个后面的trunk 还有电的开门 其实一点点多一点电子化 但是标准上面已经有足够我们需要用的东西了 当然这一个小小的提升之后 在功能上就是更实用一点 我觉得这种车很多人都是为了接孩子啊 或者是平时家庭代步啊 所以就是有一些电锁的话会方便一点 开门的时候你拿着菜油牵着孩子 你去开门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包括后面包括门都可以用这个打开 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是黑色就比较明显 它有一些 其实车的等级很多时候就从这种小的细节上面 小的外饰和内饰 这个就会有金属的这种 显得更漂亮一点 上面还有这一个旅行的这一个架子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门 小孩来了准备上车了 哦妈妈来了准备把这个菜放在后面了 所以呢比较实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还有另外一个最主要的不同的是 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没有拿那个CVP 而是拿了这台给大家看 就是哎中间一排怎么只有一个凳子啊 凳子去哪了我没有把凳子拿走 是把凳子藏起来藏到哪了呢 这个就是到齐的 嗯应该是在同级的WAN里面 唯一他有的一个叫Store and Go的功能 或者一个设计非常的实用 大家可以想象到旁边那个凳子已经藏起来了 那如果把这个也藏起的时候 假如我只有一个小孩子 或者我中间想要小孩子做后排 中间这样上下车方便我完全可以把它都藏起来 怎么藏呢 把这个盖子打开 如果在CVP我刚刚说的最标配里面 这个就变成储藏空间了 而这个板里面呢就变成藏凳子的地方 再来的话我们再把这个关起来 啊关起来他要去哪里啊 他要去下面 当然因为我拿的相机只有一只手不太好弄啊 但是我就上脚吧 我的 好 平时是两只手这样子 然后呢 我的天哪 那得用下法吗 好了 好 就可以下去了 嗯 这里我就大概不完全也是 好吧 大家知道意思就行 哎呀这一段肯定是很乱的 不好意思啊 镜头晃得太厉害了 所以呢终于我们很舒服的就坐到车子里面 当然Van的好处的话我以前也开过一下Van 其实我刚刚说了 就本来Van这个 呃mini van是有文化的 所以我当时开的时候情怀还不错 正好也是开去美国旅行 所以发现这个Van很稳 再来这个Van动力也够 呃油耗各方面也不错 开起来够宽敞 它这个宽度和长度真的很舒服 不然的话在这睡个觉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 我一直说文化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太扯了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文化方面的东西吧 像我们后排现在也是store and go 这个在CVP版本里面就直接带的 后排是可以放平的 不然间藏下去 那如果后排我转文化我现在 哎现在就变成一个沙发了 假如我现在到了水边和海边和朋友和家人 这不是文化吗 啊 好多车呀 森林在哪里 所以 其实也是有文化的是不是啊 除了买菜之外 好的 这个就是stand of go 另外一个隐藏功能 有些人不知道 今天跟大家顺便讲一讲 那这个的话如果 手动也是当然可以了 我们就绕到后面了顺便 啊 当然在设计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种这种特别黑色配了银色的金属的感觉会很漂亮 有一个道齿的batch 另外的话这里有一个防磨的板子不管是踩或者放东西 因为这个是和地板平行的放平的地板平行放东西可以防磨一点 设计上简单大方 就是van的感觉小的流线型长长的 这个我觉得这一款就是门这些足够用的电子化而不会太夸张或者浪费的 所谓的浪费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每生一集都要加钱的嘛 如果你不需要的东西加了以后其实等于就是浪费嘛 所以对家庭来讲 其实现在市面上主要的车 世界上主要的这个mini van的话就是三款是最流行的就是 其实开的最多在街上就是carry van 再来就是本田和丰田的是吧 所以这个车的话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它引擎又好 另外的话它的safety feature也不错 像这个引擎部分的话如果真的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它我们有一个到齐的技术它的引擎会向下掉 而不是说往人这边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人都会很危险 所以在这小的方面 那因为这个车毕竟这个到齐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也非常有经验 在同样的配置情况下 这台车要比这个丰田本田要便宜一万一万五两万块钱甚至 所以就算加一点配置的话还是非常性价比高的 但是完全可以满足正常家庭的全部的需求 所以大概的外观还有这个硬件的功能上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个车的内饰的东西吧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门上包括CVP的话都会用一点小的木质的这种感觉 小的内饰带来一点点商务的这一个部分的这种感觉 因为真正这个车是商务车是我们大家自己发现它的功能很多家庭用 所以把它叫成了娃娃车啊妈妈车啊 其实它真正还是有商务 所以用了一点点那种内饰 那颜色配的上面就是深色浅色的交替配 所以还是还是很那个还挺好看的吧我觉得 像这种乳色的看上去很舒服 另外的话这个基本功能我现在把车子发动起来 发动起来呢我觉得这种车就是大家开的时候很简单 左边就是转速右边是这个速度然后油箱这个是温度中间呢有一些辅助的东西 一目了然简单明摆商务车嘛家庭用车嘛就要简单快速的用起来方便 但是这一台车呢虽然只是在中级 但是它已经配了很多实用的电子化的东西了 首先设计上有一个这个导致的小标志还是挺好看的 像十字架一样中间写的导致 这个配了蓝牙的这个电话 然后也可以听歌的 这边就是Cruise Control 可以在长途的时候定速驾驶 这边呢一个小的五寸左右的 应该是不止五寸 五点六寸吧应该是 大概一个小控制台 可以打电话我刚刚说了 然后可以听电台 然后界面非常简单字也很大 Media里面呢我们可以里面有个硬盘 应该是50MB左右 50GB左右的硬盘 然后可以把歌烤进去 通过USB后面的一个地方插USB可以把歌烤进去 然后呢这边我们可以调一下前面后面 都是很简单的没有太复杂 这里还可以看看照片如果想的话 也是刚刚说的SZ硬盘里面 看看到底多大 是不是哦这一款是28的 所以就是32了 就跟iPhone一样说是32 但因为系统的嘛 安完以后可以用的就是28了 在其他车上可以有更大 但28基本上如果是歌和电影或者一些东西可以很够用 另外最主要的话到了这个级别的话 我刚刚说了除了其他那个 就是我们还有DVD 还有小朋友在车上的时候前后有两个DVD 这里有一个 那边后面还有一个 而且他们可以自己控制这个空调 所以到了这一级别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用够用了 当然这个没有配皮椅大家也看到 那可以去加皮椅 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说 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不配皮椅的 看你个人喜好吧 有些人就是想要配皮椅 那就要这个是属于另外家的配置可以去加 我觉得外面没有什么真的没有更多需要去讲的 只有几点我再重复一下 为什么这一款车我觉得很好 驾驶的感觉配了3.6的引擎 真是开起来动力很够 六速的变速箱 然后在节能方面也非常的不错 比起以前的都好 另外安全上面我刚刚说了有安全上设计 而且这个车已经做了很多年 有10个安全气囊也非常安全 然后最后就是它的性价比 同样的车 还有它Stone Go是唯一这台车才有的 非常实用 再来性价比同一级车都会比其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便宜 1到2万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到齐他们一个策略上的东西吧 现在到齐就是或者说克莱斯勒吧 他旗下到齐吉普Ran的皮卡 还有克莱斯勒这些车从这个性价比的 第一性价比最之王就是Caravan 再往上面我们有豪车 再往齐吉普我们有大切诺基 也可以很豪华的 像我们今天卖的一个SRT 也可以轻易的上个8万9万的豪华车 再来我们有lifestyle的我们有吉普不瓦人 所以我觉得整个产品线上面的布局和设计 都挺花心思的而且挺合理的 Caravan我蛮喜欢 当然如果有些人喜欢的 再往上面我们就是有人会去选择这个 其他品牌有其他的原因 当然我这里不过多的去比较了 那大家可以分别去看 但是如果你想要这个从功能性方便 安全性和这个可靠性 我刚刚说的这个3.6引擎节能和动力的组合 再来几个安全的措施 10个气囊啊 包括还有一个引擎这个向下掉落的 这么一个安全设计 还有性价比的话 这三大方面如果对你是感谢就是对你是重要的 那这一台车应该是不二选择 而且在街上如果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 百分之六十以上吧 六七十甚至都是开这台车为主 那这么多加拿大人认可他肯定有原因 但我觉得很多人买日本车也是有原因 因为在国内原来只听过这些日本品牌嘛 但是在现在来讲我觉得这些车已经是 他们算是进口车嘛 不像是我们自由贸易区的这些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们之间 这个不管配件的这个这个容易找的程度啊 还是说一些我相信有一些关税的原因 还有市场定位 现在日本车有点 觉得性价比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当然质量是不错的 这个肯定要承认的 但是我觉得太贵了 像这样的CRP就是caravan的话 标配里面有电窗电锁啊 一些东西都有的 只不过要2万多块钱 我们现在在搞团购 想知道更多可以再单独跟我联系 2万多全新的车 最长时间的保养 这个比竞争都有多长时间保养 然后全新的车2万多 我觉得功能性这么好的车 真是性价比很好 那今天废话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是一直在想尽量给大家提供一些 我知道的信息 还有一些使用经验吧 我自己蛮喜欢Wan 因为我喜欢看它文化的角度 但是功能性还有这种 宽度真的你看我1米7的个子 在里面也是1米7把自己帅了 我1米8几的个子是吗 后面三排都可以在里面睡觉了去旅行 好的好的 一边睡觉还可以看DVD 刚刚我说文化还可以弄成一个沙发的样子 所以说了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好 借此团购的这段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生意来了 谢谢大家 我的联络方式都在下面 电话再聊吧 拜拜